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 早晨起来6点半的时候外面漆黑一片 而且下着很大的雨 所以就没有出去跑步 等了到7点钟左右雨也没有停 所以我就决定在屋里跑步机上跑步 我们家的猫叫臭臭 我每天锻炼的时候 它都会陪我回边看着 跑步是我每天晨炼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我现在是每天都必须要跑一下 或者我就觉得很不舒服 跑完了以后就觉得神经气爽 我记得有人重新问过 跑步对身体有什么好处 对于我来说呢 跑步呢有很多的好处 其中一个主要的好处呢 就是我跑步的时候呢 肩肘在不停动 那因为我有五十肩 两年前得过五十肩 所以我肩膀一直在恢复状态 我觉得跑步呢 对我这五十肩的恢复起来很难做 还有呢就是对肌肉的影响 那跑步呢对腿部的肌肉和腰腹部的肌肉 都有很大的帮助 那跑步一段时间以后呢 你会发现你的小腿和大腿的肌肉 都变得非常的紧致 那腰腹部呢也会逐渐的就是质肉的减少 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心肺功能的增强 我刚开始跑步的时候呢 跑得很慢的时候 心率就达到150、160甚至170 那现在呢我的运动心率基本是在120到150之间了 我都是慢跑 在跑步机上呢跑速基本上控制在四脉以内 连续跑了三十分钟 大概三公里多一点 消耗的卡路里是244 然后接下来再慢走五分钟 这样呢基本是三十五分钟左右完成 这样最后总共的这个距离呢 是三公里 3.5英里吧 然后呢总共的卡路里消耗是267 从跑步机上下来 已经是大汗淋漓了 跑步呢只是我陈练的一部分了 接下来我还要做一些拉伸 做一些腹部的肌肉训练等等 因为我五时间还是在恢复期 所以手臂的肌肉是非常弱的 来看看我们家的猫臭臭是怎么喝水的吧 臭臭呢被我们灌的 从四五个月开始 他就不再喝碗里的水了 他最喜欢喝这个水龙头滴下来的水 他一渴了呢 他就会哇哇哇的叫我们 让我们给他开水龙头 让这个水滴呢到他喜欢的速度 然后他就会歪着头 然后拧着这个嘴 在不停地 哑哑哑哑地喝这个水龙头滴下来的水 是不是很好玩 每次他喝水的时候 我都看着他 我觉得我乐得不行 臭臭自己也是很享受的样子 看他的小舌头 接这个滴下来的水 接得准确无 这个家伙会一直地喝 喝到他喝饱了位置 大概会至少要喝一到两分钟 终于喝完了 臭臭满足地离开了水龙头 开始他的美好快乐的一天 好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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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